又到了广告时间 首先多谢大家 上一次我们有一个派对 开心吗? 开心 你走了大家还未肯走 你说得很勉强 你举个例子 需要再来我? 不好意思 不用 人们很喜欢看到我剪辑 因为我剪辑已经变成了世界新闻了 日本人看到你变成我 其实我不是变成我剪辑 为什么是广告呢? 因为我们在6月22日 端节那晚 我们有另外一次派对 因应疫情之后 其实大家都很想再见面 今次不是吃饭 今次我们是品酒 也是光顾另一间 我们相熟的 一个 fine dining的地方 那个地方你去过吗? 好像你们两个 在上环 在文武庙斜对面 那个详情 麻烦大家 打92672622 与我们的行政人员联络 他会介绍给大家听 今晚有什么酒饮 也有什么消息 希望大家拥有参加 顺便与陈志涵博士 与其他节目主持人交流一下 我今晚会亲手为大家 调整一杯welcome drink 我懂得跳酒 对 我很期待 你看我的样子有多期待 好了 卖完广告了 接下来大家收看其他节目 科学真之后和大家见面 首先跟大家说声 不好意思 因为我缺席了两个星期 缺席了回来之后 马上就见了Wall Steward 但没办法了 因为有几声咳 我咳已经成为一个新闻 因为有人说 你病我 我不是病 其实我很精神 你认为我很精神 帮我咳咳而已 对吗? 咳还咳 和病 病还病 是两个概念 千万别人答 这是科学概念 首先有一件事 先给大家调大 有网友提醒我们 我们一年前做一个节目 在YouTube下架 就是教你如何做原子弹 这个很久了 很久了 问题是 有我们的旗船员找到一个Soundtrack 但这部影片就混出下架 是否因为它太危险 你教人做原子弹 是否一件很轰烈的事 其实是这样的 我还记得当时台长做这个环节时 全部东西都可以在网上找到的学术资料 现在还能找到的 那些PDF file是存在的 因为这些技术层面的东西 其实不是什么秘密 反而如果人们真的去掌握那一套 这样的仪器 去真是落手落脚做 这就有问题了 所以你说理论原理是公开的 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这是大陆一年级应该懂的东西 是 现在 我不敢说一定是YouTube本身 觉得这个内容很危险 又要说什么黄标 红标 我觉得不会是 只不过有人提醒我们 这个节目就下架了 我就在这里澄清 就不是因为这个节目内容太过爆炸性 为什麽呢 是呀 搞到你下架的人觉得是否真的很有东西 你不要以为真是搞到他之后 你真的做了原子弹出来 这只不过是列出一堆教科书里找到的法学反应 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也不是在传承什么的经验 因为我们在这里没有人弄过 如果将来我会弄 我会告诉你 今天有很多题目 是否我们上两周的陈志宏博博士自己 solo 也不好意思 因为在台长外游的时间 当然我也觉得科学新闻继续涌起来 我又不想就这样停了 而且真的要感谢听众 我会用他们去支持我们的节目 未来我会运用一笔 巨款? 不巨吧 即是够用 正好可以更新一些设备 至少譬如我自己现在正在试 总之在不需要再额外人手之下 我可以自己用新设备来搞 把资料搞 塞好声音 譬如出卖字幕 我会慢慢搞 给多一点耐性和时间 但我起码给了诚意出来 即使台长去了外游 我都要继续做 而上周那一集也不好意思 因为我自己也外游了 于是我要躲在酒店的厕所录音 所以声音就很差 所以有听众到谈谈 为何声音这么差呢 但如果那一集你用手机听 也更勉强可疑 但如果你这样放在这里 当收音机听就会很差 没办法 工具还未准备 但纯粹不想让大家没东西听 继续交功课 所以就继续找资料 先这样录下 这个星期当然了 今天依然有些材料要跟大家说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我们现在差不多每一集的胆 都是James Webb的望远镜 可以是 但你是总编 台长 所以A1擺什么 我很忠诚James Webb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 我们不需要太过考虑 这件事本身是否吸引到大家 因为James Webb拍的照片 全部都会震撼人心 对了 照片 但如果你说科学层面 更加看看这些新的数据背后 代表着什么新的知识 而是有的 其实还要说是一些 欧美甚至本地媒体 过去的一个星期也有报导 我上个星期也知道 但我没有选择出来说 其实就是我们很想问一下 整个宇宙里面 第一代的星 第一代的银行 我们有没有办法拍得到 即是现在我们不停地拍到周围的东西 可以拍到越来越远的东西 越来越远的东西 通常也代表着越来越早发生的东西 因为光是需要很长时间才来到的 所以如果那件事本身是很远的东西 它要很长时间才来到 它给出来的光也是很久之前发出来的光 但我们可否找到理论上 我们认为宇宙一生成出来的第一代的星呢? 这一节我会说我们开始有点眉目 我们未完全确定 但我们向这个答案越来越靠近 所以接着来我们要解释一下 我们怎样分为第一代的星 什么是第二第三代的星呢? 我要解释一下解释 怎样它由James Webb这个望远镜 可以帮我们分成出来呢? 第一个疑问就是 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星是第几代的星呢? 不要说我们看到那几代,我们身处的 我们这个太阳,我们的太阳系 其实都是说第二第三代 起码第三代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生完再死,再生再死 就是这样了,去到第三代 怎样生法怎样死法呢? 星的形成,一堆气体形成之后 它怎样死呢? 最后以一个超新星爆发的形式 形成很多比较重的元素 将它重新彈回去 就是原本是一堆气体变成一粒星 它再彈回去,还原 变成很多的气体 而那些气体 因为经历过核聚变的关系 就会出了很多重的元素 那我们譬如我们的太阳 它主要成分是氢和氦 但其实在它的核心那里 甚至在它周围的那些行星上 是很多比较重的元素 铁有,比较重的铁也有 我们地球上如果说整核武器 或者整核能燃料的那些 有元素、不元素 这些都是超重的元素 这些重的元素 其实是怎样来的呢? 其实就是由上一代的星 它经历过超新星爆发之后 合成出来的这些陈埃 然后由这些陈埃 混合了氢和氢和氢 再形成我们今时今日这一代的星体 那我们这一代的星体 一定不是第一代的了 为何呢? 因为在我们的太阳系里面 是不缺乏这些比较重的元素 起码我们地球上 很容易找到超过铁 比铁更重的元素 而这些重过铁的元素 基本上就不可能由纯粹核聚变 可以聚变出来的 它是一定经历过核聚变完之后 那些重元素再经历一个很强的辐射 很强的爆发 然后令到那些原子核里面 黏得更加多的东西 于是有些不稳定 但更加重的东西 这样冲出来的 换言之就是如果我们界定是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四代 其实看重金属 是,我们直接有英文名叫metallicity 即金属性有多强 我可以这样说 如果大家就算不喜欢 觉得悶不明白也好 黄金、银、白金这些东西 如果没有上一代的超新星爆发 我们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元素 在我们的地球上出现 所以我甚至会说 你带着的贵重金属 基本上都是由我们上一代的太阳 是它的核聚变和超新星爆发 这些天文现象遗留下来的残跡 更加重要的就是 所以第一代的星 照计就是那个叫metallicity 它的重元素的比例 几乎是没有 我们就想到 如果跟元素周期表那样数 可能说到钙、尾这些才叫金属 但其实我们知道 我们锂电池Livium 它都可以是一个金属 它的活跃度比较高 基本上我们就会认为 你重过氢和重过氦的东西 我们就已经是一些比较重的元素 就是metallicity是高的了 因为这些东西通常都不能由宇宙原生的时候 就形成出来的元素 所以我们会认为 第一代的星体 如果我们找一个望远镜 去望上的天 找一下它的成分 如果我们找到一些星体 不管是什么形状 多光多暗也好 我们看到它的光谱 光谱里面反映到 是得很纯正的氢或者氦 我们就有理由说 它很可能是属于第一代的东西 现在我们一边看 我们看过去的时候越远 我们是否看越早发生的事 这个一定是 刚才有解决 因为越远的东西 它需要用光速慢慢地过来 这里很矛盾 光速你觉得很快 光速对于我们人的size来说 当然是一个很短的距离 但其实如果太阳光来到我们的地球 也会用8分钟 如果我们的太阳光要射离开 我们的太阳系 那当然是以小时计的东西 然后有一些东西 要用一年才去到的距离 就是光年 光也要走一年的距离 但是如果我们说这些什么是远的东西 就是有些是三百亿光年的东西 就是说光照算是需要三百亿年才来得到 但是这里有一个矛盾 我们的宇宙其实只有137亿岁 但是为什么有些东西可以在三百亿光年以外呢 其实这就是其中一个我们认为的难题 就是原来我们的宇宙 我们的其中一个解释就是 宇宙开始的时候 应该经历过一个很急剧的暴障 一个inflation 令到它的空间拉大了很多 于是有一些 就是原本距离我们不是那么多的东西 就突然之间距离多了很多 于是我们观察到它 我们认为它是三百亿光年以外的东西 怎么认为? 好 那也是你要看它的光谱红然 然后你就会发觉有些东西竟然是可以 用到一个体落 实际上也不需要走那么久 因为原本它们没有那么远 但是中间整个空间膨胀拉到它远了 它发光那一刻照计 其实都是要在宇宙年龄以内的时间去发生 但是它就因为宇宙有一个很急剧的暴障 中间经历一个阶段 于是最后就会处身在一个非常远的阶段 能量的成分 从那里用电脑运算 从那些广义章道论的颜色来推翻宇宙时间 现在就很有趣了 这个宇宙是很大的 大到一个地步有一些东西 照计则已经是在我们的 我们叫做 我们叫做Light Cone以外的地方 我们基本上跟它没有可能再有一个因果关系的接触 好了 现在再看的话 为何我们今次肯定这是第一代的升 这么说 未是很肯定 但是我们已经有证据尝试 它似乎越来越似 它一直找到天上的不同的星云 它已经找到一些 不是很小的那些东西 它其实是很大砍的 它大砍到一个地步是 整个超级银河 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典型的银河有多大 譬如我们银河是 十万光年那麽大 这个直径 如果它这些超级银河 可能再大多数倍 大多数倍以来 看到它里面的光谱 亦都是非常纯正的 得轻的光谱 或者害气的光谱 如果其他里面有很多 其他星体在里面 或者已经有很多属于第2、第3代的星在里面 那些这样的物体 你会发觉光谱就很混习 因为它有很多其他元素在里面 你只是说我们的地球大气 也有淡有氧 但如果在第一代的星云里面 照计是连淡有氧的光谱 你也不应该会看到有 然后我们也尝试了解 它的物质分布是怎样 现在差的是什麽呢 它和我们电脑模拟的结果 就似乎尝试解释它的大小和那些密度的分布 就未是很吻合 即是它和我们心目中 我们认识到 理想中的第一代的星那种形态 似乎有些事情未是太吻合 所以就在这里了 纯粹就是一种科学上的小心 是否单单可以由它的成分单一 就决定到它是第一代的东西呢 当然也要看看它本身的光谱红移了多少 是否正在对应在那个时期那麽早的东西 在这个探索过程中 其实我们找到很多很有趣的东西 我们发觉 原来一些已经很有清楚结构的银河 很成熟的银河 原来在这个宇宙 开初很短的时间 说的是几亿年 三四亿年左右 就已经形成了 那些形态跟我们今天看到的 未必会差很远 但是这件事 是比较违背我们以往的直觉 因为我们认为 国宇宙开初的时候 那些东西飘得很散 很云蠢 那些东西你要花很长时间 才能形成到这麽复杂的大结构 你要从空间铺平的东西 令到最后自己走慢一构 是需要时间的 但这个时间现在 似乎比我们想像中短 这件事也成为了一个新的不解之迷 所以我们也存在 James Webb对于宇宙学那种新挑战的发现 就是在这一节说 他现在遗留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似乎找到那些天体结构 是比我们想像中更早就成熟形成 另外就是我们似乎可以找到一些 似乎第一代星的东西 他有些名字叫Population 1 我们现在身处这些 Population 2、3、4这些 他是属于第一代的 他能满足第一代星体的某一些特征 但跟我们 未能满足所有的条件 所以我就会说 现在有了James Webb这个望远镜 似乎令我们对于宇宙初开 第一代的行星 银河 究竟是哪一粒是哪一粒不是 我们就会说 有越来越近的答案 会否说 他揭发的问题 多于提供的答案 至少在第一代星 为何会形成的时候 我觉得他发现的问题是多的 暂时当然一定是 先有问题后来才有答案 我就会说 但这是一个好的发现 因为他揭出来的新问题 是令我们发现到 我们现有的认识有问题 OK 你一直有结束 我们下一节再回来 梁錦祥工作室 在这个网络言论自由被打压的年代 我们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 坚拒自我审查 因为我们相信 内容有价 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 请大家订阅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 守护自由言论 而我们在YouTube频道上的每一节节目 都要麻烦大家记得 按赞 分享留言 和按钟仔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节目 请大家订阅梁錦祥工作室 请大家订阅